天王 王后驾到 参见天王 王后 免礼 谢天王 赐座 宣北国王子阿什纳殿绝觐见 北国阿什纳殿绝 拜见天王 免礼 谢天王 天王 此乃北国送您的第一份礼物 您可打开看看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乃兵家之圣典 我想 周国的诸位将军们 都需好好地研读研读 敢为王子 此礼物是何用意 上次周国 派出了号称最厉害的大种仔 助我罚齐 却惨败洛雁山 害我北国不得不撤兵 丧失了攻打齐国的绝佳机会 我想 这最厉害的人尚不擅打仗 可见周国的确需要这样一本兵书 来指点你们一二 不知北国王子 是否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对能力相当的孪生兄弟 弟弟看中了他人之物 非要哥哥与他一块去抢 哥哥为了弟弟勉强出手 可未曾想到 弟弟却只在一旁看着等着 准备等哥哥打胜了自己再出手 无奈敌人太过强大 哥哥并未打赢 东西也未得到 而弟弟 居然因此便整日责怪哥哥太过无能 却从未想过 自己是否也尽了力 有些人哪 便是等着别人替他打天下 自己呢却坐享其成 这故事说得好啊 好 说得好 你说 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这并不重要 既是兄弟 便没有解不开的结 既然今日北国王子 为我大洲的将来思虑 送来了孙子兵法 这份盛情 朕必有诚意回馈 宣逸城公主 参见天王王后 免礼 一程 快快见过北国王子 见过王子殿下 公主免礼 王子殿下 你认为 以我大洲一程公主 来回馈你的这份厚礼 如何呀 公主这般尊贵 我送的不过是一本兵书 将公主与之相提并论 岂不委屈了公主 这聘礼皆是我北国之奇珍异宝 只有这般诚意 才配得上公主 很好 朕宣布 将大洲一程公主 取配给北国 阿舍纳殿绝王子为妻 谢天王 谢天王 公主与王子成婚之后 我大洲与北国 便是亲上加亲 住愿两国日后 共享和平 共谋盛事 王子殿下 朕为了迎接你 今日特意安排了 精妙绝伦的鼓舞 还请王子一同赏看 我这可怜的妹妹 要去那大蘑菇沙中 受苦受难了 都要去那儿 打赏看 后来 家罗姐姐好声厉害 什么都会 连鼓舞都跳得这么好 是啊 最可贵的 便是她的智慧和胆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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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小瞧了大嫂这鼓舞啊 有点意思 公元五百五十九年 周国与北国再次和亲结盟 暂得和平 天王五文玉 历经图治秦政爱民 大力打击贪腐 民生渐有改善 威望与日俱增 故众臣联奏 称王不足以为天下 宇文玉遂改称皇帝 渐年后为武成 封宇文贤为皇太子 追尊父亲宇文太为文皇帝 追尊独孤王后为皇后 并大赦天下 如今 连北国也开始与我们做买卖 照此下去 再看一家染房也未尝不可 这可多亏了皇后 说服北国王子 以皇室的名义 采购我们的布 若非当日姐姐身穿染房所出织布 做成的裙子鼓舞 让北国王子 见识到了这些布的工艺考究 我想 她也不会那么容易答应她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拖躺 既然干活便好好地干 像你们这般有说有笑 一天得少做对吧 别再嘘嚷嚷 皇后在这儿呢 皇后 我夫君口无遮拦 惊绕了皇后 请皇后恕罪 来 快起来快起来 其实 她说得也不无道理啊 我们边做工边说话 确实会慢一些 那便请大家加紧坐吧 谢皇后 你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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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我干吗 什么拉你干吗 皇后心善不跟你计较 你一张嘴整天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就不能少说两句 那我可保证不了 你看看 这一天天的 整天窝在这儿做这些事 看得我心情就烦 如何说出好听的话 你呀 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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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哥 你怎么来了 嫂子 听说大众在近日要出门 我们可不在他父爱登场 真的啊 对 快去快去 你上哪儿啊 我还没到哪儿呢 怎么了妹妹 杨夫人 我家夫君 他老觉得在这儿干活委屈了自己 我真是拿他没辙 天天就想干大事 可哪有那么多大事让他干啊 莫吉 这男子有志向 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杨夫人 我 我想请你件事 请说 不知道隋沟宫那儿是否缺人啊 若是缺人的话 可否推荐一下我夫君啊 好 带我回去 问过我家大人公 我再答复你 真的 谢谢啊夫人 那我去干活了 好 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 他今日一定出现 颜大哥 你看 快快快 大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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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呀大猪仔 大猪仔 大猪仔 小猪仔 大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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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